到家第三天了,这八哥 看吧 我就说没有鸟能抗拒我这手艺吧 瞧这给叔父呢 感觉他都要睡着了 像这种稍微小一点的雏鸟还是蛮好相处的 喂他几次他就和你熟悉起来了 哎,张着个大嘴干什么呢 搞得好像我是强迫你的一样 看着耳朵,也是这么大一个洞 这家伙吧,虽然说这两天不怎么怕人了 但是也不是说很亲人的那种 所以为了尽快和他熟悉起来 天天我都在摸他 没事就把他逮手上,一通乱脑 管他舒不舒服了 这个就叫强行和他培养感情 那,给你看看吧 哪儿都有他 这苗花糖贼得很 躺好了,不许动啊 还不错,能够躺个几秒钟 来,洗个澡洗不洗 他好像有点想法呀 按说这么大了应该可以洗澡了吧 跳下来老六 八个洗澡不都是很好放的吗 来呀小伙子 你还有点不好意思吗 他还跑了 洗澡 看他这样子是想洗的 只是有点矜持 还放不下身段 快来老六 来嘛 别不好意思 哦呦 这早洗的 简直是全身都吃完了 这才叫洗澡呀 洗的那叫一个透彻 想想大黄他们 简直不知道是洗的什么玩意了 这小伙子把身体里里外外全洗了一个遍 现在他这个羽毛还不油亮 所以打湿了之后看起来好扯 这虾带你洗了个澡 好感度又该增加不少了吧 行了 去宝箱里吹一吹吧 把这个温度给他打开 有风啊 暖和的 再见 小老六 小老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s城即可